欢迎大家收看《留学生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邪女佣让斯蒂芬尼伊兰脱离了贫困》 《她现在过得好吗?》 马来西亚电影在海外取得成功引发了内省 请大家收看 《邪女佣让斯蒂芬尼伊兰脱离了贫困》 《她现在过得好吗?》 《纽约时报》 《女佣》一书的畅销书作家斯蒂芬尼 兰德详细描述了她在新书积极中使用食品券 和陷入学生贷款债务的困境 当她的书成为一部热门的Netflix系列时 看起来她已经变得富有 但事实并非如此 兰德在2016年收到了她的第一笔书款 当时她有5万美元的学生贷款 还有1.6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 她的两个孩子曾经享受州政府补贴的医疗保险 但她的书稿收入使他们不再符合条件 所以她不得不购买每年超过3万美元的新保险 她花了7000美元买了一辆二手车 尽管她的书取得了成功 但兰德发现很难买到房子 因为抵押贷款提供商不接受她从书稿中赚到的钱作为工作证明 最终 她通过一位抵押贷款经纪人谈判 以低手付款的方式买到了一套房子 马来西亚电影在海外取得成功引发了内省 日经亚洲 尽管马来西亚电影业在国际上获得了认可和赞誉 但由于严格的审查法规和有限的融资渠道 该行业面临着挑战 马来西亚电影作品如虎文和石规 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认可 马来西亚女演员杨子琼还凭借出色表演 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然而 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并没有为马来西亚电影人和演员的成功做出贡献 许多马来西亚演员 包括杨子琼在内 都选择出国寻求更好的机会 凸显了马来西亚机会有限的问题 马来西亚电影业也存在分化现象 多数马来族演员获得了大部分高预算角色 而华裔演员则常常离开马来西亚 去美国或中国寻找工作 马来西亚的审查法规和保守的文化规范 给电影制片人带来了额外的挑战 禁止了涉及LGBTQ的电影 并对种族 宗教和王室等话题进行了限制 电影制片人必须在避免监管后果的同时 应对这些敏感问题 尽管面临挑战 马来西亚电影业正在取得进展 涌现出商业大片和独立制作 然而 业内人士认为 为了使该行业长期繁荣 需要结束审查制度并改变政府政策 新的商业实体 如亚马逊Prime Video 正在进入马来西亚市场 而Ad流媒体服务也在稳步增长 政府正在努力更新和修订国家电影法 并宣布了支持电影业的举措 包括税收激励和减免娱乐税 然而 为了确保马来西亚电影业的长期成功 需要进行更广泛的政策变革 和更多元化 独立的审查委员会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 我们谈论了女佣一书的畅销书作家 斯蒂芬妮·兰德 她在新书阶级中 描述了自己曾经陷入的困境 但随着该书改编成热门的Netflix系列 她是否摆脱了贫困呢 事实证明 她的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 尽管她的书取得了成功 但她仍然面临着学生贷款和信用卡债务的压力 而且她的家庭医疗保险也因为她的书稿收入而不再符合条件 不过好消息是 她通过一位抵押贷款经纪人成功地买到了自己的房子 这也算是一个好的开端 接下来我们转向了马来西亚电影业 尽管马来西亚电影在国际上获得了认可和赞誉 但该行业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有限的融资渠道限制了电影人的创作空间 许多马来西亚演员不得不出国地寻求更好的机会 这暴露了马来西亚机会有限的问题 此外 马来西亚的审查法规和保守的文化规范 也给电影制片人带来了额外的困扰 然而 我们也看到马来西亚电影业取得了一些进展 涌现出商业大片和独立制作 政府也在努力更新和修订国家电影法 并宣布了支持电影业的举措 但是为了确保马来西亚电影业的长期成功 我们认为需要进行更广泛的政策变革和更多元化 独立的审查委员会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你对斯蒂芬妮 《兰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马来西亚电影业应该如何发展 请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谢谢观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